之前台北有很多的观众 抢不到镊子的票 对 没有错 现在有机会去高雄春天艺术节看 对 在我们五月底的时候 镊子呢 整个节目也都会来到高雄呈现 那这也是非常感谢 两厅院的一个合作的机制下 让这个作品可以在线 那它在台北演八场 八场玩秀 然后大家都在抢票 那也有很多评价 有人非常喜欢 那有人有些讨论 那其实很多人 都会来问我们说 这个作品你们怎么还想要买这样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对 我们只想跟大家讲说 表演艺术作品呈现了以后 它的评价一定有 这也是它持续存在的 但是作品你到底怎么看它 那你要先进来看它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进来看看 然后再来想想这些讨论 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或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观点 那其实这个作品 它在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难得 我们用这么大的资源 去创作出一个作品 那其实我们长期跟两天愿合作 也会合作节目 但今年我们觉得要把这些资源 留给国内的团队 所以我们今年跟两天愿的合作 就只留在这一档 是国内的节目 希望抢不到票的 或是南部中部的观众 都可以进来看看这个故事 而且其实镊子我喜欢白星宏老师在书里面 他的剧场书里面写到 他其实是感觉到最近社会上有很多的讨论 尤其是多元成家的讨论 所以他才同意让他的这个作品 再一次的用不同的形式呈现 搬上舞台剧的剧场 那其实在我们春天艺术节创作 在筹划的过程当中 每年我们对性别都有一个讨论 在前年我们是透过 陈俊志的台北爸爸 纽约妈妈 去年我们是透过何韵诗的贾宝玉 而且在来演出之前何韵诗也出轨了 那今年我们邀请了镊子 其实大家知不支持多元成家 或是大家怎么去看每一个人的性别认同 这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自由观点 那我们只是希望 透过艺术节里面的一些作品 让每一个人可以多做一点点思考 镊子的结束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手法 让一些画面在舞台上呈现 那我相信那是制作团队 或是白星宏老师的一个鼓励 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被讨论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作品 大家也可以进来继续的讨论 好 其实在剧场里 或是在艺术的领域里 一直都走得比这个社会更前面 或者是走得跟这个社会站在一起 然后用他们艺术家的创作 去思考反省很多社会上 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 有更多更多精彩的 优秀的好的作品 对 没有错 我们也希望在艺术节里面 能够持续的激荡出这样的讨论 然后看见这么精彩的作品 那未来的高雄也更值得大家期待 因为过没多久 魏武营就要成立了 对 对啊 那我们也都非常期待 在这座城市里面 有更多更多的精彩 也谢谢惠玲 谢谢 谢谢少元 谢谢 大家赶快去高雄看戏 哈哈哈 Spike们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